接到二十不惑的以家人之名 自播出以来就热度不减 虽说故事线主要是围绕三位年轻主演 但剧中张希林和图松岩的老年CP 依旧贡献了诸多看点 其中图松岩饰演的李爸爸 更是凭借暖心三观正稀粉一片 图松岩的知名度也跟着提升不少 这位出道多年 凭借渣男进入到观众视野的图松岩 终于又在2020年火了一把 图松岩出生在北京 家庭条件不错 母亲是舞蹈老师 父亲是公务员 受舞蹈老师妈妈的熏陶 图松岩从小在文艺方面很有天赋 也跟过剧组当过小演员 但那时候的图松岩 志向却并不是当一名演员 而是想要学经贸 以后做生意 一开始 她也的确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直到后面的一场比赛 才让图松岩改变她原定好的目标方向 高三那年 她的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奥林匹克先生的比赛 询问图松岩要不要参加试试看 图松岩本来对比赛兴趣不大 但她看上了比赛奖品 音响 那个年代 能拥有一套音响 是特别让人向往的事 于是 没能抵抗得住奖品诱惑的图松岩 报名参加了这场比赛 并一路过关斩将地进入决赛 取得第三名 不久 她又参加了英皇金融杯歌唱比赛 模仿林芷莹唱跳 虽然一路跑掉 但图松岩自信大方的模样 和不切成的表现 成功让她进入到决赛 原本图松岩参加比赛只是为了奖品 却恰好两场比赛都遇上了同一位评委 更巧的是 这个评委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教授 老教授对图松岩在比赛中的表现 印象很深 就劝她 既然有这个才华 不如考中系试试 除生牛犊不怕虎 听完老教授这句话 图松岩还真就放弃了自己的经商想法 考中系去了 并且一次就考上了 1994年 考入中系的图松岩和陶红 段一红等人成了同学 很长一段时间 图松岩都沉浸在考入中系的喜悦感 她觉得自己一定能在学校里大展身手 可没过多久 她的这种想法就被打破了 图松岩所在的班 高手如云 有许多比她优秀 还比她成名早的人 例如同班同学陶红 还没入学就拍了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 出道级巅峰 根本不缺女一号演 反观没戏拍的图松岩 在学校里就是一个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学生 大一那年 她还因为不怎么会演戏 萌生退学的想法 不仅如此 图松岩当时还做了一些 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决定 以至于让自己的成名往后推了几年 1998年 图松岩面临毕业 导演杨阳看中图松岩 给她递了橄榄枝 邀请了出演电视剧牵手中的男二号 搭档蒋文利 这让图松岩欣喜若狂 学了四年 终于有一个可以火的大好机会 放在她面前 可这个角色戏份多 图松岩要演的话 必须跟足 而她当时还需要排练毕业大戏 希望在毕业大戏上 能有精彩的表演 得到在仁义工作的机会 权衡之下 图松岩放弃了出演男二号的机会 1999年 牵手播出后大火 图松岩不仅与大红 失之交比 最后也没获得在仁义工作的机会 错失了这次红的机会后 图松岩只能一致折服 开始在各大剧组中演小抉择 甚至因为没戏拍 图松岩还干起了配音 她曾在英雄 赤壁 十月围城 心中有鬼等电影作品中 给梁朝伟 张学友 黎明配过音 就这么不停磨练到2006年 图松岩的演艺视野 才终于迎来转变 2006年 导演滕华涛正在为自己的新作品 双面交选角 剧中男一号的角色迟迟没有选定下来 某天 编剧《六六》的母亲在电视上 看到了图松岩的表演 就告诉六六 找她来演 肯定没错 于是 六六就去联系图松岩 邀请她出演剧中的男一号 亚平 图松岩看完剧本和小说后 迟疑了很久 因为她觉得 亚平这个角色太过优柔寡断 不受欢迎 但最后 图松岩还是决定 接下这个角色 2007年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双面交》 播出后引来巨大反响 图松岩也凭亚平一角成功走红 她将亚平对妻子的算计 身上的大男子主义 和对母亲的无底线包容演绎的准确到位 角色处理也十分出色 完全诠释出了亚平自私的性格和内心的腹黑 凭双面交火了之后 图松岩并未研习自己的戏路 许多来找她出演类似亚平的角色 都被她一一推掉 为了寻找突破口 她尝试了盗版猫 隋朝莱克等一系列搞怪 无厘头的喜剧路线 只不过 《双面交》的热度 并未在图松岩的身上停留多久 尽管也演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抉择 但观众往往只记住她饰演过的抉择 而忽视了她本人 这期间 她还继续搭档海青 在《王贵与安娜》中 演起了丈母娘和女婿 搭档海青 已经凭借多部影视作品 基身实力派女星 图松岩还停留在 戏红 人不够红的阶段 面对自己的不活 旁人替图松岩着急 她本人却看得很淡 2014年 图松岩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她大量减少工作 和圈外妻子全心全意地 陪伴孩子成长 直到2018年 她参加《我就是演员》 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才终于让观众再一次认识到她 节目后 图松岩接连出演了 《带着爸爸去留学》 生活像阳光一样灿烂 以《家人之名》等一系列好剧 不同的是 如今的图松岩 开始演起爸爸的角色 带着爸爸去留学中 她是事业成功的女儿奴 以《家人之名》中 她摇身一变 成了厨艺出众的宠女狂魔 尤其是在 以《家人之名》中的表演 更是让她在2020年 诱惑了一把 她和张锡林默契搭档 演出了一对 为孩子操心的老父亲组合 而两位实力派演员的演技 碰撞在一起 不仅擦出了火花 还贡献出了一股CP感 如今的图松岩 已经很少演男主 大多都是作配 但她出色的演技 与对角色的掌控力 依旧可以让她 在众多演员中 拖延而出 她要的是成为 一名专业的演员 拥有更长的演艺生命 她或许不会再演男主 但她会努力 让自己成为 最亮眼的男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